美的不可放物 在50年代的好莱坞 人们常常提到两位女神 一位是以性感闻名世界的玛丽联盟录 一位则是她 格雷斯·凯利 以高贵飞升全球 在电影《摩纳哥王妃》中 有一句经典台词 如果世上只可能有一个灰姑娘 能够获得幸福 那就是格雷斯·凯利 在格雷斯的演艺之路上 得到了悬疑大师西区柯克的信赖 素来严苛的西区柯克 却对格雷斯情无独钟 甚至公开评价她的美 是一种养溢着高雅的性感 甚至在格雷斯成为王妃后 还不远万里来到王宫 送上她为其量身打造的剧本《燕贼》 格雷斯热情招待了往日的灵魂搭档 但对于合作的邀请 她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此刻的她 已不再是抛头露面女明星 只是代表王室脸面的王妃 但在一切光鲜背后 好友看出了她的内心 她的话一直在格雷斯心中引导 她几次三番拿起剧本又放下 看向阳台上的家人 想起王室对她的要求 直到深夜 她终于没忍住 翻开了剧本 一个冷酷又迷人的贼 深深打动了她 对于演艺事业的热情 又重新被唤醒 在一番挣扎后 她还是告诉了丈夫 格雷斯小心试探 却不想丈夫竟然一口答应 她只有一个要求 格雷斯答应丈夫 要在王室做好 准备后再发布 重围火莱坞的新闻 然而被封锁起来的新闻稿件 第二天就登上了头版头条 文娜哥莫菲来到孤儿院 慰问可爱的孩子们 她对着镜头说 可确实一位记者追问道 记者表示 今早收到一份声明 表示格雷斯王妃 答应出演 西区苛刻的新电影 即使格雷斯当场否认 但各大报纸 还是争相报道 对于王妃重返职场 甚至有人开始揣测她的婚姻 消息已经曝光 王室公关瞬间炸锅 丈夫对于这一局面 也表现出不满 只因此时的摩纳哥 正与法国发生外交危机 面临着被征税 甚至被兼并的威胁 局势正是紧张 而报纸上争相报道的 却是关于王妃的娱乐新闻 法国对此十分生气 向摩纳哥下了最后铜碟 雷忍无可忍 将矛头转向妻子 对于丈夫的初尔凡尔 格雷斯有些无法接受 看到丈夫的态度 格雷斯甚至开始怀疑这段婚姻 他一遍遍看着婚礼的录像带 甚至发出疑问 如果离婚会带来什么后果 这时一旁的神父给出了最关键的答案 在神父的话语中 格雷斯翻人醒目 童话故事总会有结束的时刻 而剩下呢 就只有爱和责任